肉香浓 味醇厚 今天林大厨为大家带来干菜焖南肉 其中我们用到了茄子干 干菜有哪些泡发方法呢 李勤老师首先介绍给大家这方面的一个小窍门 大家好 您看我摆在面前的是什么海带 有一小窍门 我告诉您怎么做 锅开了以后 我把这个买来的干海带 第一不能洗 直接放到里边要蒸 蒸半个小时以后 您给它晾凉了 晾凉了以后 您再泡在冷水里边 蒸完以后再炖海带的时候 很省时间海带就容易烂了 同时呢 我们在吃其他干菜的时候 您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菜呀 钢菜呀 蒸完了以后 再泡 泡透了以后 您再去 应用您的各种方法去处理 吃起来 口感也好 也容易熟 厨房有妙招 做菜更轻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凌鲁 欢迎准时收看我们的天天饮食 刚才也感谢李老师 为我们带来一个干菜泡发的方法 其实我要教大家做干菜 咱们不能光泡 拿什么泡 得拿干菜 怎么做干菜呢 好 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一个干菜里边的其中一种 茄子干 来为大家做一道菜 叫做干菜 焖南肉 让我们看看今天这道菜的原材料 五花南肉 百叶结 茄子干 八角 辣椒 胡椒粉 盐 糖 高汤精 香油 铁酱油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南肉呢 切成厚片 冬天要吃一些闷的菜 炖的菜是比较好的 因为要有一点汤 冬天天冷了 有点汤泡饭 我们北方人讲汤泡饭很香 而且很多汤汁 你要如果做得好的话 营养也都在汤汁里 等于是不浪费 现在我们可以热上锅 我们在家里做干菜的时候 最好就是在做之前 要把它稍微的用水 用水焯一下 焯的时候最好就是说 放一点盐 然后把它这个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如果 把干菜晾在外边的时候 会浸一些沙子 要把这些沙子清理干净 放上一些油 我们先把这个姜煸一下 现在要把这个南肉煸香 在广东啊 这个吃五花肉 这个人家不叫五花肉 叫神仙肉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肉做出来 它有多香 这个在广州啊 我吃过一种做法 就是说他也是拿这种五花肉 完了用油 稍微的炸一下 用油稍微炸一下 完了呢 把它放在一个 沙锅里面 去炖它 那个肉出来 味道非常的鲜 现在煸这个肉呢 要把多余的水分煸出来 把南肉里面 多余的水分煸出来 完了再煸一些油出来 好 我们现在呢 可以放入一些酱油了 葱放进去 百叶结放进去 继续煸炒 放入一些盐 辣椒干 好 现在我们可以放水了 大家看到 现在这个颜色 是非常的漂亮 放少许白糖 高汤精 再放入少许的胡椒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这个 焖煮一段时间了 如果要用炒锅去焖煮呢 这个汁会很快的收干 这个肉啊 就没那么这个鲜嫩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用这个电砂锅 我们用电砂锅来焖煮 好 我们焖煮这个 把这个把这个鲜嫩在电砂锅里焖煮半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在这个鲜肉焖了3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快出锅了 在出锅之前啊 我们拍两巴蒜 放进去 把它这个搅拌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蒜能提香 这样这个菜啊 味道就非常的好了 今天我做了一道菜呢 叫做干菜焖奶肉 我们也可以啊 在家里 这个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如果你的家人问你 哎 你做的是什么菜啊 干菜焖神仙肉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出锅 出锅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自己尝一尝 为什么呢 自己做那么好吃的菜 第一口一定要先留给自己 是不是有点自私 当然做这么好吃的菜 都是希望自己家人 希望朋友能吃的开心嘛 而且呢 就是今天我们做的是干菜 干菜焖奶肉 干菜还有什么做法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做这个奶肉的时候啊 或者炖牛肉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我们煲汤的时候 哎 比如说 我们用那个菜干啊 那小白菜干 哎 这个把它泡好了以后呢 来这个炖排骨 炖汤 然后在这个炖汤的过程当中 再放一点青菜 味道呢会更好 好 我的干菜焖奶肉呢 已经做好了 味道呢 好极了 如果这个您还没学会的话 您可以上到这个央视 网站天天饮食 去学这套菜